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将人送往医院 十分钟后救护人员到场 证明助理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前往医院抢救后人不治身亡 不过因为政治疫情防疫期间 救护人员不敢大意 防护装被穿戴完全 立法院赶紧先派勤结人员 将立委办公室消毒 避免最坏情况发生 目前已经禁止任何人进入 而助理的死因还有待厘清 稍后有进一步消息再提供给各位观众 然后最近消息把这些镜头转换 还要来看到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在昨天传出接受心血管手术之后命违 那么消息可以说是震惊国际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也说了 目前不清楚金正恩的病情 但是希望他一切安好 除此之外现在也传出来说 有一支中国专家医疗团队 随时在待命 继续把时间叫记者陈怀安 随凌晨在台北市万华的KTV 发生了砍杀事件 当时呢多名扼杀就闯进包桑里面 持刀一阵狂砍 幸好两名年轻人送医治疗之后 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双方究竟有什么样的过节 警方现在还在了解当中 又发生了随机砍人事件 这是在新北市板球的南亚夜市 日前主骑士遭到陌生男子持刀砍伤 疑似只因为这嫌犯不满 骑士催油门太大声就亮刀砍人 持续要带您来关键是海军 敦目舰队的群聚感染事件 截至昨天为止 一共是有27名的官兵确诊染病 为此呢就在昨天晚上 国防部长颜德发 他也临时举行了记者会 除了鞠躬向国人道歉之外 他也坦诚这回疫情有四大缺失 包括了疫情通报没有落实 还有连检小组没有落实实际检疫 另外任务执行的防疫管理也不够确实 还有呢防疫措施规划不足 也因此呢颜德发就说了 包括他本人还有海军司令 刘志斌上将都已经向总统 蔡英文自行处分 另外是海军的舰队指挥官 勾加兵中将 以及敦目支队长陈道辉寿将 他们则是调离现职 这是首颇出炉的处分名单 就要来追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们来看到在27例的确诊官兵当中 其中是有14例出现了嗅觉 味觉异常 包括昨天新增这三名个案当中 也有两个人出现类似状况 也因为这样的症状现在成为了染病征兆 因此呢我国机关署 这月三号就已经把 受味觉异常增加在疫情通报里面 而问题呢就出在国防部 七号的时候呢是把这样的 疫情管控内容转发给了建址部 但是建址部是直到九号 才把这样的讯息呢 转发给支队 不仅如此 即便获得这样的资讯 舰队却没有回溯追踪 出现相关症状的人员 甚至呢在官兵填写入境健康声明当中 也没有把秀味觉异常 列入新增项目 也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疏失 才会导致防疫的关口 遭到攻破 国军轻呼怠惰 就是因为在这个月十五号的时候 当时海军参谋长 敖宇智 他在立院备训的时候 提到海军身体状况没有问题 但是后续却不断爆出确诊案例 另外呢包括还宣称出 官兵都有戴口罩 没有官兵先下船上的回应 之后都被打脸 说法是一改再改 因此也让外界质疑国军的公正性 就担心会成为防疫破口 现在也有立委要求蔡政府 应该要给个招待 对了这个顿目 舰队官兵染印各界 就责声浪不断 而今天呢 国防部也到立法院来报告背询 但是会议开始之前 国民党赵伟是临时变更了议程 要求要让医官还有支队长等人 接受视讯背询 而且也要让在场的每一位立委 每个人问问题 急问急答 这样的方式呢 也让民进党立委相当不满 朝野就在现场互相叫嚣 场面火爆 对染意那么身为 三军统帅的总统蔡英文 今天他也亲上火线来致歉 他要求国军要诚实面对调查 强调等到事情结束 完整了厘清责任之后 也会再进行惩处 绝不互短 而事实上 整个危机72小时就要来看到 早在这个月17号 当时敦目舰队传出有人确诊之后 蔡总统呢 立刻指派了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坐镇左营舰队指挥部 同时也回报状况 全面立挽荒澜 我是舰染疫的官兵当中 共有11个人设计在高雄 而今天高雄市卫生局 也在公布了第5波的足迹热点 除此之外呢 昨天透露有9位民众 出现了疑似症状 幸好经过裁剪之后 呈现了阴性反应 目前三万店家经过消毒之后 也陆续在恢复营业 今天呢 高雄市政府是再度向国防部来喊话 呼吁要配合疫调 才能够有效赌注防疫破口 在昨天新增的磐石剑 确诊个案当中 其中有一个人家住在台南 而他返家之后 17号呢 曾经前往城大光复校区去打球 校方对于监视器画面之后发现 当时在球场有13个人 曾经和确诊者一起打球 漏夜在找人 目前找到12个人 要求居家隔离 同时也进行了筛检 而剩下的一个人 还在全力找寻当中 海军队木舰队在爆发 有官兵染疫之后呢 军方也在18号是紧急召回了 700多名的官兵 送往了集中检疫所来进行隔离 只不如今各县市集结地点 曝光之后才知道 全台呢 一共有10所的国中小学 或者是高中职 都被当作了集结地点 包括在台中污日的东元国小 这也是官兵集结处 为此呢 台中市长卢秀燕 要求了环保局到学校 展开大消毒 今日金包带你来看到 这难道是歧视吗 就是因为海军的盘石间 疫情持续在延烧 但是台北市资历维格小学 现在被家长爆料 禁止国防大学政治作战 学院人员的子女去上学 那么家长就说了 纵使他本身没有接触患者 不必自主管理 但是孩子受教权 惨遭剥夺 对此校方也坦言 确实是有这件事 现在教育局说了 校方依照规定 不能够强制要求学生 不得上学 因此将会行文纠正 确诊官兵当中 其中涉及在基隆市的个案 由于在这个月17号晚间 曾经搭前国光客运 从台北返回到基隆 那么当时呢 和这一名官兵林 座位桑林的男子 染疫风险高 昨天基隆市政府紧急寻人 幸好很快找到这一名男子 肆虐全球 而其中呢 美国又是疫情最惨重的国家 目前确诊人数突破了82万人 还有超过4万人死亡 现在呢 美国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 他对中国开出第一枪 下访院呢 提出了民事诉讼 指控了包括是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 还有中国的官员 处理疫情不当 导致呢 密苏里州经济损失惨重 要求中国要赔偿 好像不仅如此 川普呢 更是趁着疫情冲击经济之际 把他锁国政策推到极致 川普就说了 为了抗疫 还有保住本地人饭碗 要暂停接受移民60天 是情况来决定 要不要延长 至于在美国的纽约市 现在出现这样的惊悚案例 这三名武汉肺炎的缺点患者 他们出院之后住进隔离酒店 但是在48小时之内相继死亡 根据了解这三个人 都是因为感染了武汉肺炎 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 随后症状缓解就出院了 住进了隔离酒店 他们只需要呢 每天透过电话 来接受健康检查 现在呢 纽约市长白肖也说了 目前不清楚这三个人死亡 原因和武汉肺炎有没有关系 会请法医尽快来做出判断 但是为了谨慎起见 未来呢 即便这些患者 他们已经出院了 也要加强核对 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 纽约市长白肖豪也出面回应 表示会请旅馆更密切关注 出院后隔离的病人 也呼吁市民面对病毒 不能掉以轻刑 防疫工作一刻都不能松懈 记者进入编译 另外要来关心是北韩领导人 金建恩他的身体状况 他经过了心血管手术之后 传出病况危急 但是消息曝光之后呢 昨天北韩官媒也特地报道 金建恩的相关报道 但是在通篇新闻里面 不但没有任何一张现场照片 也没有对外澄清这病危消息 反倒是让外界对于金建恩的病况 加深怀疑 金建恩传出了病危消息之后 事实上和妻子李学主一直低调 没有露面 而今天还有脱北者爆料 说其实金建恩另有情妇 而且生下了一个七岁儿子 现在北韩护卫总局 已经加强对金建恩的情妇 以及继承人保护 再加上呢之前他传出跟歌手 玄松月也有过一段情 只能说金建恩的感情生活 不舒寒剧 市长侯友余先前已经抽 前部署进行封城的兵棋推演 那么对此呢 台北市现在被讽刺说 慢半拍根本是抽慢部署 不对此台北上柯文哲也强调了 说台北市封城远比想象中困难 牵涉了中央部会 还要跟中央来协调 那么预计下周会先进行 封城的桌上演习 由于疫情不见停歇点 现在听到县市政府包含双北 都已经准备要来进行 这样的封城兵推演习 对此呢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又是如何看待 带您一块来听 在对海军台实践 昨天新增两名涉及在高雄的确诊个案 今天呢 高雄市卫生局也公布 第五波的足迹热点 其中呢 高雄的草牙道购物中心 也立即封管进行消毒 连线记者柯凤仪 副官兵在被紧急证毁时候 居然这个地点是选择 在人潮密集的一中商圈 现在也让店家抱怨 这样行径真的是害惨了 当地商圈 像是呢 有业者昨天下午才知道 他们才接受到通知 说确诊官兵呢 曾经到这个地方来借厕所 因此是紧急停业 现在整条一中间 已经关了一大半 就有业者气到说 很想跟海军来求查 现在外界质疑的还包括了 海军的敦目舰队 一共带了三万多片口罩出访 但是没人带 剩了一堆口罩回来 难道这些口罩 真的是用来检查的吗 对此国防不责博士说 这样的报道内容 和事实不符 他们说是考量 这个疫情初期 口罩产量攻击有限 所以才会优先提供给防疫 以及战备任务执行使用 海军的敦目舰队 爆发了官兵染疫 那么为此呢 国民党籍的正委李玉林 今天就要求支队长 陈道辉受将 采取视讯的方式 来接受备询 而今天呢 支队长也哽咽地表示 他身为海军 宁可死在海上 这他穿军服三十年来 最痛苦的时刻 世卫曾经表示说 全球只有2% 或是3%的人体血液当中 有武汉肺炎的抗体 因此呢 想要靠着群体免疫 来终结疫情 这样的可行性不高 现在世卫 洗手了英国 跟法国的药厂 在积极研发疫苗 但是根据最新的研究 就指出 说病毒变异 出现了19种新型的突变株 恐怕也会让疫苗的 研发进度产生变数 来访报道 受到疫情的冲击 各行各业生意 可以说都是大受影响 而从北到南很多店家 也撑不住贴出 歇业公告黯然退场 但是也有业者呢 脑筋冻得很快 像是这只火锅业者 现在也推出了外带服务 满满一整锅料 再加上丰富菜盘 让你可以打包回家 那么现在根据规定 搭乘大众运输信统 大家一律都要戴上口罩 而且如果劝导不听的话 最高会开罚一万五千元 但事实上罚不罚 就要看司机 有没有来举罚乘客 如果没有举罚 相关单位也是无法可罚 歌神音乐不断放松 到时明治3点0 在今天正式上路了 那么未来民众除了利用药局 或者网络APP购买口罩之外 也可以到超商来预购口罩 只要带着健保卡 利用超商事物机 就可以简单轻易地完成操作 讯息要告诉您 针对的吨木剑 对磐石剑发生的群聚感染事件 由他们出访期间 曾经造访帛琉 那么帛琉三官人员的检验 结果现在也出炉了 根据外交部表示 台湾驻帛琉大使馆 全体的同仁 还有雇员 一共24个人 都是呈现阴性 另外24位帛琉方 协助接待的工作人员 接受了检测 结果同样呈现阴性 最新的讯息提供给您 好 稍后要带您来关心 这是国防部长颜德发 的确是228廉价的时候 这些官兵有下船放下 还要关心的是 这军舰的疫情会持续扩散 恐怕军医有致命疏失 因为包括的嗅觉味觉异常 居然没有被列为注意事项 马上回来